近日有媒体接到爆料中,女星陈好位于东四环坝河边的豪宅涉嫌违建,将两栋独栋别墅合并成为一栋超大别墅,并占用坝河边市镇绿地违法施工。 接到爆料后,记者前往该楼盘实地勘察,发现景临河边的一栋被二合一的超大别墅与爆料者所说的陈好豪宅相辅。 随后记者致电陈好经纪人,对方否认了此消息,并称陈好家最近并未有过装修,也未曾遭过投诉,甚至连爆料者所说的楼盘名称都没听过。 据了解,这些一个郡东时间为1997年的别墅小区,周边仅邻五星级酒店,小区里面还设有一个国家的大使馆,而小区里的保安都非常谨慎,表示从未接到过违建之类的投诉。 而对于其他问题,他们也都不答,对此有律师指出,如果需要更改所构地产的外观、楼层,或者加盖附属建筑物等,需要向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申请,拿到规划许可证后,还需向当地建委申请施工许可证,两镇齐全之后才能开始施工,如果缺少某一项都属于违规行为。